大家好,我是清风 南半球现在是春天 后院的葡萄藤又长出了新的绿叶 夏天快到来了 今天用家里的叶麦片 做一个无糖、无奶油的低卡叶麦蛋挞 需要剪脂肪了 一根熟了的香蕉 把香蕉切成片后压成泥 加入叶麦片,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麦芬烤盘 在烤盘里喷上或涂上些橄榄油 没有烤盘的用纸杯代替 然后把混合好的叶麦放进烤盘里 用手或调根把叶麦铺均匀和压紧实 一共做6个叶麦蛋挞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10分钟 先定型 现在来准备蛋糊 两个鸡蛋和牛奶搅拌均匀 两个鸡蛋和牛奶搅拌均匀 然后过筛一次 让蛋糊的口感更加细腻 从烤箱中取出定型好的叶麦塔 倒入蛋糊8分满 再放回烤箱 180度烘烤15分钟 这是烘烤好的蛋挞 放凉后做一些装饰 家里有什么水果和干果 放一些在蛋挞上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一些点缀 这是一份低卡叶麦蛋挞 叶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容易产生饱腹感 是减重时期的理想食物 这么简单易做的蛋挞 营养不错 还能招待朋友 喝喝茶聊聊天 记得对自己好一些